高雄市历史博物馆推出的看透大高雄 5G XR智慧导览系统 日前获得了DNA巴黎设计大奖 互动设计优胜奖 成为这一项奖项当中唯一获奖的博物馆机构 导览系统提供多元参观选择 让民众对于在地文化有进一步认识 记者站在史博物馆的大厅 诶 怎么一拍照旁边多了这一位高史博 原来这是高雄市历史博物馆结合5G XR科技产生的效果 要由它来带领民众探索长设展的内容 而这套智慧导览系统在今年获得DNA巴黎设计大奖 平面设计类互动设计优胜奖 成为全球唯一获奖的博物馆机构 唯一一个以博物馆的内容来做互动设计的一个获奖者 那玩石国际公司他们非常优秀 将我们高雄大高雄历史长设展的内容转化为5G的导览体验 那内容可以延伸我们原有既有的这个展场里面的展示 让民众看见更多科技互动下一些博物馆展示的知识内涵 看多大高雄5G XR智慧导览系统 这是从80个国家参赛作品当中脱颖而出 创新表现是透过5G以及XR技术演绎符合时代背景及主题的情境动画 观众只要拿着平板参观展区就能感受到丰富的视觉影像 进而对高雄在地文化有深刻的认识 课本那种东西都比较死板板一点 然后透过平板就会让就会呈现以前的样子 会看到有人在上面然后有船在动 然后还有动画显现以前他们生活的样子 透过这个平板的sensor去感应到展场的环境之后 可以针对展场里面的一些展示 比如说一些模型或一些静态的图片 透过sensor的感应我们会展现出一些动画 跟延伸的这个知识的一些对答 那这些东西的话可以延伸我们展场里面的展示内容 那而且这些知识的这个对答或是动画 它一般会比较容易让民众觉得有趣 为了发挥5G高速传输的技术特性 史博馆导入上百组的区位问答题跟知识遍地贴 也加入高史博引领观众探索 让逛博物馆就跟看电影一样变得生动有趣 不仅打破过去对博物馆体验的固定框架 也展现台湾在文化融合科技上呈现的创意